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英国核准牛津大学和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牛津疫苗目前的保护力达90% 并对防止重症特别有效 阿斯利康疫苗开发人员表示 自家疫苗对保护老年人受新冠病毒感染特别有效 他们也正在研究目前已经变异的新冠病毒影响 声称对克服变种新冠病毒拥有必胜的配方 英国将首先为第一线医护人员80岁以上老人 以及社会工作者注射牛津疫苗 然后再提供给其他人群接种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今天表示 这款疫苗将于明年1月4日开始接种 他还说与辉瑞公司的疫苗相比 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疫苗更容易储存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 台湾确定出现了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自明年1月1日临时起 线缩非台湾籍人士入境 并从1月15日零日起强化入境旅客检疫措施 据报道日前从英国返台的一架班机中 有三人确诊新冠肺炎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经实验室基因比对 确定三人中出现变异疑新冠病毒感染者 指挥中心宣布 从明年元旦起非台湾籍人士限制入境 可入境的外籍人士包含持有居留证 外事公务、商务旅约、人道考量 台湾民众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 其他特别许可 指挥中心还宣布暂停旅客来台转机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于今年 逐渐获得主流投资机构广泛关注 并开始与主流金融体系加速结合 今年年底比特币正经历着一波疯狂上涨的行情 本月27日价格一举突破了28000美元 市值突破5000亿 今天在伦敦比特币又上涨了3.7% 来到2837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 比特币今年来涨幅已经超过了295% 事实上从今年10月起持续了三个月的上涨 是比特币自2019年年中以来最长涨幅时间 且有望迎来一年多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月度上涨 如果以国际黄金价格1880美元一盎司计算 目前一枚比特币可以买下15盎司的黄金 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每年都在年中公布 年度最受景仰人物调查 去年和欧巴马并列首位的川普今年以18%的提及率 几下多年霸主欧巴马成为2020年全美最受景仰人物 已经蝉联12年的欧巴马今年以15%区聚第二 即将在1月20日宣誓就任第46任总统的民主党总统 当选人拜登则有6%的提及率 有3%受访者提及传染病专家 美国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气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基格也有2% 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桑德斯 微软公司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 NBA洛杉矶湖人球星詹姆斯也都有1%的提及率 女性方面密学尔奥巴马以10%的提及率 连续第三年获得最受情仰女性 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以6%仅在其后 现任第一夫人马拉尼亚则以4%名列第三 请继续收听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